各位同学,我们接着从第二段开始,那各位同学,我们进步到第二段之前,你可以看一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那其实丢出了一个伏笔哦,就是说明台湾呢,其实应该要效法新加坡的例子,发展所谓的垂直农业,因为这种农业的方式呢, 可以解决很多议题,例如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水资源,还有有限的这些农民问题,那接下来的第二段,第三段和第四段,分别呢,就是要来说明,为什么垂直农业可以改善所谓的,可以解决这个有限土地资源的问题,这个在第二段是我们要讲的重点,那在第三段呢,我们就是要讲, 为什么垂直农业可以解决有限的水资源问题,那第四段呢,就是要来说明,这些,如果农工不够,农民不够,数量不够的时候,那垂直农业呢,为什么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分别在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要来说明垂直农业对于这三个不同面向的议题,它有,它是如何解决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开头,分别用了一个举例的转折词,first,second和third,所以它的架构是非常的清楚的,那我们先从第二段开始,first, the rainwater-driven rotary system in vertical forms makes better use of lane, and therefore may help deal with the foreign land issue in Taiwan. OK,首先,它说垂直农业中,这些雨水驱使的旋转系统,可以对土地做更好的利用, 来,the rainwater-driven rotary system,就是由雨水所驱使的旋转系统,那make better use of,同学,make use of,就是利用,make better use of,就是做更好的利用, 所以它对于土地呢,能做出更好的利用,因此呢,或许也能帮助解决台湾这个农地议题, 因为台湾其实也不大嘛,所以当然也会有农业用地不够的这些状况,好,来,deal with,请同学画起来,deal with,deal with,我们可以翻作处理, 对吗,然后刚刚这里的make better use of,做更好的利用, 好,那么往下,台湾has lost a lot of agricultural lane to industrial and domestic use, 他说台湾呢,过去这几年其实已经失去了很多农业用地,然后呢,作为,那这些农业用地被拿来作为工业, 以及所谓的家庭的用途,所以各位同学,lost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失去什么,失去什么,失去什么,失去了什么什么,作为什么什么的用途, lost a lot of agricultural lane to industrial and domestic use,OK吗, 所以台湾失去了很多农业用地来作为工业啦,还有家庭的用途, and this lane issue can be addressed by the rotary system, 那,既然这样子的土地议题呢,可以透过所谓的刚刚提到的这个垂直农业里面的这个旋转系统来解决, 为什么,他这边出现了一个关带,引导出来的关系子具,来补充说明, 因为呢,他可以允许农民呢, 好,因为该系统呢,可以让农民呢,将一排排的植物架, 这里的rack就是架子啦,那racks of plants它是用复数嘛, 所以一排排的植物架,它可以把这个旋转系统可以帮助农民呢, 把这一排排的植物架子呢,推到九公尺的高度空中, 那为什么要把它推高,因为他们这样才能获取足够的阳光嘛, OK,所以move something as high as nine meters up in the air to give enough sunshine, 有没有,这里的动词move up,move up,往上移, 所以往上移高达九公尺的高度,来获取充足的阳光, OK,来这里的one by one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他特别强调是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呢,把这个植物架一个接着一个的推到九公尺高的高度, OK,那获取足够阳光,那么往下咯, Each vertical farm in Singapore has more than twenty racks of rotating plant growing containers, providing an efficient way to make the most of limited land space. 那,他说,呃,在新加坡的每一个垂直农场都有超过二十多排的植物生长的容器, 那么,twenty racks of rotating plant growing containers, OK,containers就是容器, 所以旋转的植物生长容器, 那,提供了非常有效率的方式, 来,呃,冲,呃,就是提供非常有效的方法呢, 来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空间啦, OK,那各位同学,这里的providing是一个现在分词, 那我们呢,要帮各位还原, 这里的现在分词引导出来的分词构句, 它其实是从对等连接词引导出来的这个对等词句, 然后简化成分词构句,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帮助大家还原, 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 是不是有出现一个重属连接词引导出来的重属指句, 简化而来的分词构句, 那这里是由对等连接词简化而来的分词构句, 那还原的方式都很简单, 第一个步骤把连接词丢上去, 那老师这边帮你写上去了, 不是end嘛,对吧, 然后再来主词, 主词就是从前面那个句子的主词去找, 所以这一个句子的前面主词很明显是, each vertical farm in Singapore, OK, 所以啦,在新加坡的每一个垂直农场呢, 也都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来对于有限的土地做充分的利用, 那提供各位, 前面句子的实态是现在是, 所以这边还原成原本的实态, 所以这里还原就会变成, and each vertical farm in Singapore provides an efficient way to make the most of limited land space, right, make the most of, make the most of是跟前面的那个, make better use of, 意思很像啦, 那这边, 呃, 是最高级的概念, 就是做充分的利用, 所以对有限的土地空间做充分的利用, 这样可以吗?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 好吗? Second, Aside from the efficient use of land, the rotary system helps save water, which can prevent a lack of water during water rationing, 好, 那我们刚刚说过了嘛, 呃, 垂直农业呢, 可以解决, 呃, 有限土地, 然后有限的这个水支援的问题, 那第二个重点, 我们就是要谈论水支援, 如何做节约用水嘛, 他说第二点, 除了有效的使用土地以外, the rotary system helps save water, OK, 这个旋转系统也可以帮忙省水哦, 各位, Aside from叫做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边可以替换成in addition to, 它是加法的概念, 各位这边老师, 你右边找一个简单的空间, 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里面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其实它有分加减法, in addition to something, 它是加法的概念, 加法, 代表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还有什么, 例如你今天要去买房子, OK, 那你看了一个房子, 你觉得这个地方, 除了房价很棒, 很合理, 可以负担的其外, 它附近的生活空间也很好, 所以你认为房价和生活附近的机能都很好, 这个就是加法的概念, 这样可以吗, 两者都很好, 但是, 如果, 你今天用accept, 加上名词, 它也叫做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但它是减法的概念, 减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用刚刚的例子再做一次, 例如你今天要买房子, 那你觉得这里的房价很贵, 但是你觉得附近的机能呢, 还有这整个屋况都很好, 所以你就说除了房价以外, 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OK, 那它就是减法的概念, OK, 它就是减法的概念, 就是你把房价剔除在外, 我们认为其他都是好的, 好, 那这里呢, 课文这边用了aside from, aside from和apart from同学可以补充上去, 这两个也都叫做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但是你一定问我说老师那它是加法还是减法, 我要跟你说它是加法, 同时也是减法, 那我要如何判断它是加法还是减法, 我都会跟同学讲从上下文去判断, 那因为刚刚我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嘛, 我们这篇文章就是要说服你, 跟你说垂直农业是很好的, 它有一些优点, 那第二段说明了它可以改善所谓的有限土地的问题, 那第三段我们要讲的就是它还可以帮助节约用水嘛, 所以当然它是加法的概念啊, 除了可以解决有限土地以外, 它还可以帮忙节约用水嘛, 所以各位这里的aside from, 所以我跟你说它是替换成in addition to, 它不能替换成except, ok, 我希望我这样的解释呢, 可以让你了解, 好来, 那我们继续咯, second aside from the efficient use of lame, 各位efficient, 这个叫做有效的, ok, 有效率的啦, 不好意思, 有效率, 所以除了有效率的使用土地, the rotary system helps save water, 这个旋转系统呢, 也可以帮助节约用水, like save water, 好来, which can prevent a lack of water during water rationing, ok, 各位同学, 这里的which要特别注意哦, 刚which, 有时候通常当关带的时候, 它通常前面会有一个先行词嘛, 所以通常关带就是只称前面的先行词, 但是在这一个which, 你会发现它并非只称前面的water, 它是只称前面整个字句, 所以同学你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which如果前面出现了逗点, ok, 然后它接上which, 那它的先行词有可能是整个字句, ok, 视为一件事情, ok, 所以which如果前面出现逗点, 有时候它的先行词是指的是前面整个字句, 所以呢它这里指的就是这些旋转系统可以帮助节约用水, 而这件事情旋转系统节约用水的这件事情可以避免在限水期间水的缺乏, 所以呢可以避免呢我们在限水的时候, 台湾有时候会限水, 那限水的时候就没有水啦, 那如果透过这个旋转系统呢就可以避免缺水的问题, prevent a lack of water, ok, a lack of water就是缺水, 也就是所谓的water shortage, ok, 好, 那water rationing就是限水啦, 所以在限水期间, ok, 可以避免缺水问题, 好来这边我要把lag稍微挑出来一下, 因为同学呢在用法上面常常会使用错误, 各位, lag当动词时, 它是急物动词, 所以呢, 它直接会接名词, lag something, 例如这个地区缺水, this region lacks water, 缺乏什么什么, 它是急物动词哦, 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课本这边, a lack of, 这个是名词用法, 名词才会接上of, 那因为很多同学常常会搞混, 然后认为动词也要接上of, 所以就会, 很多同学都会写错, 会写成, the region lacks of water, 这个用法是错的, 所以要再次提醒你, lag当动词它是急物的, 它后面会直接接受词, 那当名词的时候, 才会和of做联系, OK, 做联用, a lack of water, 这样可以吗, 那lag有时候会加ing, 它这个是形容词的概念, 它是形容词, 叫缺乏的, so this region is lacking in water, 这样可以吗, this region is lacking in water, 这个lacking并不是动词加ing, 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叫做缺乏的, OK, 所以要分清楚, 好, 来, 那么回来继续把这段讲完, Despite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a lot more annual rainfall, then the world average, march of it quickly flows down steep mountains into the sea, which makes collecting rainwater difficult, 各位, 这里的每个句子其实都很复杂, 那么来看一下, Despite the fact that, 哦, 尽管, 各位, Despite, 原则上后面不能接子句, 如果你要接子句, 我们会加上三个字, 叫做the fact that, 所以这边呢, 就出现了the fact that, 所以尽管台湾呢, 比全世界平均值有更多的年降雨量, annual rainfall, annual rainfall, 就是年降雨量, ranfall就是降雨量, 所以尽管台湾有更多, 来同学, 这里有一个a lot, a lot是修饰形容词比较急, OK, 那可以吗, 所以a lot就是more, 所以台湾有更多的年降雨量, 那是跟谁比, 跟世界的平均值去做比较, 所以尽管有更多的水, 更多的降雨量, march of it, 这里的it就是前面的ranfall, march of the rainfall, quickly flows down steam mountains into the sea, 快速的往下流, OK, 流到哪里呢, 流到海洋里面, OK, 所以啦, 就是留不住的意思啦, 所以大部分的降雨量很快就会从陡峭的这三区流入大海里面, which makes collecting rainwater difficult, 各位又出现了, 这个which请同学自己判断一下, 它的先行词是前面的c, 还是前面整个字句呢, 非常好, 是不是你发现它是代表前面整个字句, 所以同学请你帮我写起来, 这个which前面的这整个字句, 当作, 它是用which来做替代啦, 所以这个which的先行词是前面整个字句, 这要特别注意喔, 所以呢, 大部分的雨水呢, 就流入海洋, 这件事情会使得收集雨水变得非常困难, make collecting rainwater difficult, like collecting rainwater, 请你写上去, 受词, difficult, 请你写上受词补语, make加上受词, 加上受词补语, 中文我们常常会翻作, 使成为, 或者是使变成, 所以啦, 大部分的雨水快速的流入海洋, 就会使得收集雨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样可以吗? 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in vertical farms, plants are watered by recycling rainwater, precisely where they need to be, when the racks are rotated down to the micro sprinklers, OK, 这个句子也很麻烦啊, 来, in vertical farms, 这个叫做, 在垂直农场中, 好, 植物呢, plains are watered by recycling rainwater, 我们先看这句, 他说植物呢, 都是透过回收后的雨水来灌溉的, OK, 来浇的, 它的植物, 它的水源都来自于这些回收过来的雨水啦, where, 为什么这个句子有点麻烦呢? 原因就是这里出现了一个where, 而这个where呢, 同学乍看之下会觉得, 跟我们以前学过的关系副词, 好像有点不一样, 但又好像一样, 那我要跟各位同学讲, 这里的where它就是关系副词, 那你说老师关系副词前面不是要有一个地方相关的名词吗? 可是我怎么找不到, 各位, 因为它省略掉了,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 关系副词, 它前面出现的先行词, 如果它是指的是概略性的名词时, 它可以进行省略, 什么叫做概略性的名词, ewhere, 它前面要接地方名词, 如果它今天出现的地方, 不是那一种, 例如在巴黎啦, 或者是在公园里面啦, 它只是纯粹的表达, 在某个空间, 在某个地方, 这些空间地方, 并没有特别指定是哪一个位置嘛,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就会把这个, 它的先行词进行省略, 所以同学, 你这边可以帮我还原, 你可能还原后, 我们再来读这个句子, 你就会觉得比较合理了, 所以请你帮我在where前面加上in the place, 那我们再来读读看, ok, in vertical farms, plains are watered by recycled rainwater, precisely in the place where, ok, 所以植物呢, 会透过回收过来的雨水呢, 来进行灌溉, 那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place, 在那些地方, they need to be, when the racks, when the racks are rotated down to the micro sprinklers, 好, 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呃, 植物呢, 透过回收后的雨水得到灌溉, 在支架被转到微型喷头下方时, 雨水的这些水滴呢, 就会精准的滋润到植物需要的位置, ok, in the place where they need to be, ok, 他说啦, 呃, micro sprinkler, 中文你可以先写一下叫微型喷头啦, 所以当这些支架呢, 被旋转到微型喷头的那个地方, 那他们呢, 这些植物呢, 就会出现在, 就会出现在这些有雨水的地方, 所以他就可以被浇到水的意思, 这个句子呢, 用中文来解释, 确实会有点难理解, 但同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里的重点就是where前面的这个先行词, 他已经省略掉了, ok,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Singapore's urban farming has proved that this sustainable irrigation method allows plants to be grown with only 5% of the water used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好, 那他说这种永续的, 他说新加坡的都市农业已经证明了, 这种永续的灌溉方法呢, 使植物只需要传统农业用水的5%就可以生长了, 所以他其实节省了很多很多的水,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结构, Singapore's urban farming has proved that, 新加坡这个都市农业已经证实了, 来, Sustainable叫永续的, 这个永续的灌溉方法呢, 已经允许植物被耕种, ok, with就是用, 用5%的水, ok, 那这5%的水是哪来的呢? 传统农业里面被使用中的5%水, 就可以拿来灌溉这些植物了, ok, 各位同学, 这里有一个文法结构, with加寿词, 加上寿词补语, 这个叫做附带条件, 附带条件常常会放在句子中, 用作补充说明的概念, 那同学, only 5% of the water, 请你保险上去, 这是寿词, 那use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这是寿词补语, 那附带条件里面的寿词补语, 常常会是VING结构, 或是VPP, 或者是形容词, 或者是介细词片语, 那在这一个课文的句子里面, 他用的是use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他用的是PP结构表被动, 然后代表的寿词和寿词补语之间, 呈现是被动的关系, 因为水是被使用嘛, ok, 所以我们用被动,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边,